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主持人你们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你观察吧 这场被誉为说中国最高级的一个智库的年会 都透露了哪些信息比较重要的给我们这些市场 那今年的主题其实是围绕这个稳定展开的 但是多位的专家几乎是直指这个高企的政府和国企的杠杆率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提到说 现在中国国企的杠杆率达到了103% 那其中是大多数是这个当地的这个融资的平台债务 那国企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合计差不多达到了140% 那这个与官方截止2018年这个中央地方债务的官方统计的这个口径 大概加起来是82%的这个数字可谓是有天壤之别 那也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100%到120%的这个水平 那现在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这个杠杆率风险非常高呢 实际上这个二者啊占实体经济部门的全部债务达到了近六成左右 那张晓晶其实就提到说这个国企与地方政府的这个杠杆率风险的成因 其实根本还是在于中国的这个政系不分 中央政府的兜底和包底还有这个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 所以要稳住这个总的杠杆率呢 是需要中央的政府持续的发力来推进无效 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 还有这种破除政府有可能会为这种破产企业包底的幻想 进行纠正这个金融体系的偏好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去年的这一场年会呢 国进民退的这个说法正式被提及 才开始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所以在去年这个去杠杆的大潮当中 其实中小企业是被误伤了 他们陷入到了这种资源的难题当中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其实金融部门并没有同时也转过来 还有就是他们靠这个他们的决策 放贷的决策靠这个历史数据和抵押资产 还有就是非常低的利率 中小企业是不得不被挤出正规的市场 在这个非正规的金融市场的这个利率上 又被经营度被推高了 所以专家呼吁其实不应该 不应该就是积极的推进 消灭非正规的这样一些金融部门 比如说影子银行 虽然金融科技也带来一定的风险 但他们是实质性的金融市场化的产物 那另外我还观察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来自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局长 徐中指出呢 虽然改革方案在抓紧出台啊 但是一些改革的实际获得感非常的强 那其中就包括政策文件起草 这么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 他提到说有一些文件是追求大而权 面面俱到的这种写法 而且立法的动文化也日趋严重 这种长期被诟病的问题呢 在这一次被徐中集体的点名了 那他提到说大部分中国的改革文件 是由处长们起草的 但是在交流时会发现各部门 可能会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存在分歧 那处长写文件可以也说是 中国特色的改革难题了 同时那我们也看到呢 一场关于房地产的春天 还是冬天已经到来的争论呢 在这一次的亚伯利企业家论坛 是激烈展开 在三四线新售楼盘巨检的这个开年 想请教斯林娜 你会如果看待现实房企高度分化的 这样一个预期呢 的确是 我们看到春节后这个楼市 应该是期待逐物步入正轨 但是其实房企的销售还是持续不振 那截止到上周呢 30家企业年内的销售总计 是超过了3000亿元 但是还是比去年同期下调了11% 那今年在这个亚伯利的企业家年会上 可能最有人关注的就是这场房企面临的局势的争论 那来自御丰资本的董事长冯文认为 房地产行业一直是春天 那月薪集团的有限公司董事局 丁左宏认为呢 传统的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冬季了 而且这个冬季是没有春天的 那冯文争论说对于房地产啊 他个人一直比较乐观 房地产行业一直是春天 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的判断不能只看住宅 还应该结合非住宅的部分一起看 那冯文看好房地产的行业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房地产行业并不是没有被技术创造出这种新的期待 那只要基本事事不变 其实房地产行业的活是永远干不完的 但是丁左宏其实当场直言说 这个传统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冬季了 而且这个冬季不是长而是没有春天 他给出的理由包括 比如说我们看看邻国日本的经验 还有房地产行业已经做得非常足够多了 等等等等 但是丁左宏最后表示房地产转型还是有未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房企的融资的资金链 还是依然撑压的 另外有数据显示 2019年其实是房企的长债的高峰年 需偿还的债务在万亿业以上 我们也看到1月至今 其实紧缩的政策处理之后 其实是融资环境稍有宽松的 房企是迎来了一段融资的窗口期 那主流的房企纷纷纷纷是抓住机会来发债融资 合计的融资金额已经超过2100亿了 不过各家公司的融资利率 还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可以说房企依然在今年 是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的 就是 那此外其实我们也观察到 就是全球对冲基金大佬的去年业绩揭晓了 文艺复兴基金的全年回报 甚至超过了对冲基金行业的 伊格瑞达利欧 那你看来过去一年 对于中外对冲基金行业来讲 是怎样的一年 请你接下来回答一下 的确是 我们看到这个根据最新出炉的 彭博对冲基金大佬的资产台名 在去年 文艺复兴基金的创始人 詹姆斯·西蒙斯 一年就从对冲基金中赚得16亿美元 他个人的总资产 也就是Networth 达到了166亿美元 基于全球之首 使他成为全世界可以说是 最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了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 桥水的联合 我们的创始人达利欧 他的财富在2018年增长了13亿美元 收入仅次于西蒙斯 那公司的管理规模 达到了1600亿美元 是全球 依然是维持着全球最大的 对冲基金的这个称号 那达利欧的个人净资产 差不多是在162亿美元 和西蒙斯一起 他们两个是全球 仅有的两个 什么叫超过百亿的对冲基金经理 其实2018年并不是整个对冲基金行业 表现特别好的一年 大家都知道 那进行清盘的数量 其实是在去年 是连续第三年超过了新成立的数量 而且投资者们 尤其是专业的投资者 是继续的向经理们施压 用以来这个降低费用 所以其实我们看看这个榜单上的 超级对冲基金 就是头部的公司表现都蛮不错 这跟中国的情况是如出一辙的 我们都知道去年这个A股全年下跌 近25%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其实这个细分的资募基金的 这个行业的回报 大多数是在复制的 但是也有一些投资的公司 表现非常良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深圳的有一家资募基金公司 旗下的三只产品的收益率 超过了80% 平均的收益率是位列全市场第一位的 所以在这个日益分化的市场 我们看还是有公司能够获得 这个超额的回报和收益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Selina来到节目 谢谢